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超認真少年 超認真 小啊 太冷靜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我們又回到了 第一集呢 知道了材料之後 第二集有趣了 第二集非常好玩 非常之有趣 趕快叫你爸爸 叫你阿公下來看 常常我們工作的時候呢 都會聽到 那這東西要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工業上要怎麼樣去運用它呢 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 尺寸 長度 面積 厚度 等等等的工業數理 自古以來 這個長度跟那個尺寸 都是大家很在意的一件事 自古以來 這尺寸 就是每個人非常在意的是 多一點 少一點 大家都好像發生大事一樣 第一種 線 就是 或者是 線的 線的來了 線的 然後是第二種就是 一線 兩線 三線 像文哥常常講 這給我鋼兩線 那這拿三線來 在術語的線呢 代表什麼意思呢 中文我們稱作公分 在英文呢 我們稱為叫 而接下來公分講完之後呢 我們會講 mini 也就是 minimeter 它也就是公分再往下 一公分等於十mini 這個東西在鐵工裡面非常常用 所以我們在工業上面都會講說 喔 這三mini 後來六mini 然後這隻棒 後來五mini 中文我們稱為毫米 在 英文我們稱為 minimeter 再來術語稱為 mini 而且在線缸裡面呢 除了用mini之外 我們常用條 就一條 兩條 三條 也就是0.01mini的意思 非常小 像頭髮一樣 一條頭髮 硬直 硬直呢 就是在中文稱為 英寸 然後像砂輪機 細硬直 黑硬直 硬直 在英文裡面它就是 inch 通常在英文的單位呢 它常常都會有一些阿薩布的英國由來 像硬直呢 在都市傳說裡面 它就是一個成人的母子 它的末端的長度 我給你 硬直 好棒 硬直 我就硬直 那也有人說呢 1英寸呢 它的故事是 三粒栽制 甘大麥 田中央 三粒頭尾 相接的長度 就剩三顆麥 所以接到一起的長度啦 幹 XXX 而且要填中央喔 填旁邊的不行喔 填的中間喔 才算是硬直 所謂的硬直呢 那就是36粒甘大麥 所排成的長度 於是說台灣呢 它就變成 36粒 迴旋梯 88顆 巴拉子 對 蔡依林沒有變 蔡依林變成是愛情 她的愛情是36G 愛情36G 接下來 平方公尺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黑北 也就是MM MXM 從今天開始 超認真元年 我們正式宣布 MM巧克力 以後同稱為黑北巧克力 接下來國際的講完呢 我們講台灣 台灣稱為一個 International的國家呢 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尺寸 也就是 婚 在台灣呢 講一婚就是成為0.3公分 所以我們小時候聽到的 三婚踢住 七婚哭打拼 意思呢 三婚0.9公分是天注定的 你從小0.9公分 老天爺給你的 大約2.1公分 是靠自己奴隸出來的 所以你的人生就是只有3公分 總共加起來 三婚踢住 七婚哭打拼之後呢 加起來三公分就是一吋的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古代人說 一年大一吋 你睡一夜就大三公分 你主要10天你就有30公分了 也就是 寸金難買 3公分 千金難買 早知道 到底這什麼頻道啊 那當然今天擁有了先天的優勢 再加上後天的努力 你成為30公分的鄉民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再加上一婚 也就是30.3公分 那也就是所謂的 一齒 人說道高一齒 魔高一丈 到底要講得都扯多遠 道道道 人間道 道可道 非常道 這是不是有什麼爛叫話啊 欠你幽文的時候啊 那你不是一句啊 這是以前最強的道士耶 所以各位朋友 道高一齒 魔高一丈 到底道比較高 還是魔比較高 那就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是裝潢會用到的嗎 不會 所以呢 當你知道上面的以上幾種單字之後呢 你就可以跟師傅來溝通 就是你到底要幾公分 你到底要多長 或者是你從小到大 希望你也能夠變得多長 所以呢 有的時候你要依照就是這個師傅 或者是木工師傅 誰剛的師傅 頭醉的塞湖 就是每個人他們喜歡用不同的單位的時候 那你就要聽點懂他們講的單位名詞到底是什麼 不過 教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容易搞混的話 迷你是不會錯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在很多木工師傅啊 跟我們之間其實都會用迷你來尊稱 因為常常很多工程的人混在一起嘛 有的時候怕會口誤 或者是怕會講錯 所以我們統稱用迷你 所以迷你是不變的道理 單位講完了之後 我們來講板材 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素巴拉 就是素巴拉幫 也就是四尺乘八尺 所以依照這個邏輯呢 你可以往下推出來 就是常常人家工地會聽到 素柳啊 三柳啊 三柳啊 二柳啊 那二柳啊就是 菜仔仔仔老婆 板材厚度呢 這東西哇靠子掉了 因為在不同的品牌 其實你講出一樣的尺寸 它送來的尺寸會不一樣喔 通常這個板後呢 你會用到分這個單字 一分呢就是等於三分 所以今天你哪是叫三分幫 它會送來多少呢 不是九分是七分 這個時候你要講我要 就是足三分 或者是三分 又有人這樣講 那它送來才會真正剛好是九分 因為很多品牌在台灣喔 有時候各個牌子不太一樣 那總歸來其實到最後 我們都會講說 老闆幫我送九分後的板子 那它就不會錯了 然後有的時候呢 你會聽到 寸結辣 兩寸結辣 寸你結辣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寸結辣呢就是 一寸寬乘一寸厚 兩寸結辣呢就是 兩寸寬乘一寸厚 寸你結辣呢就是 寸熱乘一寸厚 好難喔 好了以上今天介紹的 是不是都很簡單呢 希望你都能夠更了解工業 也都知道這些師傅 平常辛苦 跟平常講的話 到底是為了什麼 好了最後朋友就是 就是你是不是會覺得 就是這麼多單位非常的複雜 但是你今天到五金堂 不知道要怎麼買呢 所以我們超認真少年 非常的貼心 我們非常貼心 出了一個紋身貼紙 在這邊 這個紋身貼紙可以幹嘛呢 它就是可以紋在身上 當你今天去工地裡面 或者是你去五金堂 買材料的時候 還是你今天到鎮宇五金啊 財聖五金啊 還是各種五金堂 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聽不懂 它在講什麼樣的單位 你就可以先開開看 所以各位朋友呢 只要你分享這支影片 不管你分享在哪一個平台 我們只希望 讓工業術語能夠普及化的 你就能夠免費獲得我們一張紋身貼紙 而這紋身貼紙要怎麼拿呢 我還沒想到 反正在我們留言下方會告訴你 就這樣 掰補 從前啊 這個愛吉爾國王啊 他從他的鼻頭 到他的中指的指尖啊 這個樣的距離稱為一馬 也就是呢 你常常看到超級杯 就是他們拿橄欖球 從那一馬一馬一馬 也就是這個單位 所以從古至今就有人說 凡事一馬歸一馬 也就是你的馬子 就是你的馬子 我的馬子就是我的馬子 從今我們還聽過一一母田啊 一母田的意思啊 就是一隻公牛 他在一天當中能夠跟 一塊田地裡面所存在的面積啊 是為一一母田 那這一母田呢 他有的時候又會依照土壤的鬆軟度而不一樣 這是莫名其妙 還有東西叫一麥喔 也就是從以前喔 羅馬大兵他走一千步的距離 但是喔又是因為每一個兵喔 他走的距離又不太一樣 所以一麥喔 他又會變來變去 跟一母田一樣 他就是變來變去 跟我們人一樣 就是應急 就是應急 就是應急